你程牛从来可是没向组织上请过假 今天这是怎么了 太阳好像是从西边出来了 该不是秀云 逼着你去医院住院 检查身体吧 没有的事 就我这身板 用得着住院的 那你总得说出个理由吧 在城里待烦了 想出去转转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不行啊 去哪儿 还没定 我看这事有点难办 怎么难办 本来组织上 想安排你去参加一项活动 可是你提出来请假 那只好安排别人了 啥活动 马鞍县 准备搞一个农民暴动胜利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马鞍 他们是想请当年参加过暴动的老同志 我是想让你回去 可是你提出来请假 那我就只好给车车车车打个电话 没问题 我去 工作重要 该不是正中下怀吧 什么正中下怀 我这叫工作第一 待我和小白 向凤问好 请究竟 正中下梵 请 主席 厉害 出院 肯定 逸断 唯灵 ! 就这些东西啊 首长还问呢 是不是买的有点少了 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 怎么没有你娘的礼物 是啊 可是我这都是按照 首长开的单子买的 单子是怎么开的 少了谁都不能少了你娘的 这是不是首长给漏掉了 我没有漏掉 就是这些 封的礼物呢 他不是程家晚的人 首长 可他是我娘啊 你不是给你娘买礼物了吗 那是我的心意啊 您怎么一点心意都没有啊 老程 这你就做得不合适了 花的礼物都有 怎么就没有奉格花子憨的呢 就是啊 花是我闺女 她是程家晚的后代 好说 你收拾啊 你去哪儿啊 别跟着我 我说 你这次回马安 就不打算见他了 我这次回去是工作 这是组织上安排的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到底是不想见他 还是不敢见他 我说 我说你这个同志是啥意思 少您知故问啊 我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老程 咱们俩结婚多久了 常挣钱的事了 你自己不会算的 是啊 我跟你结婚这么久了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血缘 废话 你要是敢忘了他 我就敢休了你 那你自己呢 老朋友 您是买吃的穿的用的 还是给亲戚朋友买呀 我们想给一个朋友买件礼物 你看买什么好呢 您的朋友多大了呀 和我差不多 什么跟你差不多 他比你大一岁零两个月呢 要不给您的朋友买件衣服吧 看看 这是最新的款式 最适合您这种 年龄的女同志仓 不好不好不好 他肯定不穿这种衣服 看着跟地主老财的媳妇似 老童子 现在是新社会了 人民翻身做主人了 地主资本家人看的衣服 人民大众也可以穿呀 要不看见这件呢 这是机型 东西买的衣服 老程你看 这件呢 小同志 有没有男式的衣服 她的年纪跟我差不多 个儿比我矮一点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给花子汉买不就等于 给她买了吗 花子汉不是她的男人吗 牛最终还是没有给芬儿 你买礼物 我和我妈虽然轮番做工作 依旧没有任何效果 在准备回马安的那几天里 她的话少了 笑脸也难得一见了 只要回到家里 她就把自己翻锁在书房里 不知道在干什么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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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你刚才像个啥样吗 像个啥 就当然暗 bili 我必须要保护 脖子 她就给她 忽然他还是不肯见我 是啊 心里的疙瘩不容易解呀 还是慢慢来吧 再说了 郑华虽说是个不错的教员 可他毕竟是犯过严重罪行的人 那也不是他干的 他是受人挑唆的 是的 以前是郑家的大少爷挑唆他 现在谁挑唆他呀 郑天峰都已经死了十年了 上次县美的柳书记 还专门到学校找过他谈话 让他改姓 他死活不改 还要姓郑 这又谁挑唆的呢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他却从骨子里啊 不把你当娘了 你还是先回去吧 校长 别说是我送的 就说是学校发给老师的 行不行 来 谢谢你啊 我走了 着 帅 我 去 好 好 这就是这一套 christmas 老爷爷 咖 啊 啊 啊 像这么巧啊 嗯 我还说下午啊 去他还给我找你了 嗯 你给他先记得前面看 啊 好 好 你们聊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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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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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两棵树了 你又提呢 不 我是高兴 我是高兴 你想啊 人家这么大个将军 还记得回来看你 你得是多大的面子 我哪还有脸见他呀 你这回不是又要躲起来吧 我就是要躲 柳叔基不让 柳叔基是党的人 我不能不听他的 可是我 可是啥 可是 他回来是为了见他女儿 我咋将他交代啊 你说这眼皮一炸十年 这花这心 就跟个铁嘎的一样 永远也融化不了 我想想我就心痛 我没脸见他 大家都知道 这不是你的错 不管是谁的错 牛儿真问起来吗 我咋回答吗 反正啊 你得把你跟斯蒂尔的毛病改了 那有啥用啊 牛儿他要见的是他女儿 我现在有一些人 可啊 有 Enough 我得看我 我认为我 我们在舍后 好 我这就是了 我没想到 我只要远回大 那好吧 进来吧 花儿 这位老乡 怎么老是来影响我的工作呢 郑老师 等一下 郑老师 你娘家门口等了一夜了 你真愿意 校长 我约好了要去同学家里做家访 就算你不认她是娘 她至少也算是一位长辈吧 她眼巴巴在这熬了一夜 肯定有要紧的事和你说 你就不能跟她好好地谈谈 你是个教育工作者 你说这把你做吧 别太忙了 谢谢校长 谢谢校长 花儿 娘想 你不是我娘 你还要让我跟你说多少回 你能搬回去住几天吗 这是我的家 你还要让我搬哪儿去 娘也没有 不不不不 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想 求你搬回去住几天 你不喊我娘也没有关系的 住几天就行 我在我自己的地方住得好好的 我干嘛要搬到你家去住呢 我现在不能说 又有啥听她地线的事 现在还不能说呀 你又做什么亏心事了吧 花儿 没有 请叫我郑老师 郑老师 我求你好吗 求我 你是我什么人哪 你凭什么求我 你毁了我的青春 毁了我的梦想 毁了我的一切 你现在还扯着脸要求我 花儿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你就当 就当你是我娘是吗 你配吗 八年 我在监狱里整整住了八年 你知道每一天我都在想什么吗 每一天我都在想 怎么为我爹报仇 怎么杀了你这个贱女人 不过感谢共产党教育的好呀 我现在不想杀人了 我不会为了你这个贱女人 把我后半身给毁了的 我要活着 我还年轻 我要眼睁睁地看着你怎么去死 花儿 我知道你心里有气 你想骂我几句就骂吧 你想打我几巴掌都可以 可是我还得求你 不愧是个不要脸的人 什么无耻的事都能做得出来呀 花儿 跟我回去吧 你给我滚 以后不要再缠着我 滚 校长 我们的话谈完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 我要去做家访了 花儿 吃饭吧吃饭吧啊 你就是把自己饿死了 也敢弄不了那个白耳狼 说谁白耳狼呢 我 我这白耳狼行了吧 早知道这样 当年就该把我的业子留下 把他交给白狗子 你再说一遍 说八遍我也不怕 咱使了自己的孩子 保了他的性命 可现在咱闹上啥了 咱现在闹上一个杀亲爹骂亲娘 狼心狗肺 溜心不认 什么东西 那能怪他呀 那不是别人教的吗 别人教的好他他不学呢 你说就这么个东西啊 你还扯着脸去求他 我跟你说啊 你没这个闺女 你还得多活几年 那我是为了我求他呀 这不牛要回来了吗 他要看他 他们父女一样是不能相认 我死了我这眼睛也闭不上啊 不行 我还得上学校找他 他要不答应我就 你想咋样你想咋样嘛 还像当年是吧 到这里的退心 站三天三也不吃不喝 你省省吧 我敢说 你就站到吐血 你也感动不了那个东西 吃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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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想吃南瓜 你做好了快快快 吃啊 都给你吃撑死你 是啊 这的确是个问题 很严重 也很麻烦的问题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只有动用组织手段了 对 我们绝不能让手掌伤心 不能让手掌失望 要知道 手掌回家乡一趟不容易 哎 我们要让他高高兴兴的来 高高兴兴的走嘛 啊 加十四 再乘一二 是他的 动作 是多少啊 八十四 对 下面呢 我们把这个题抄下来 等到回家的时候 复习一下 那儿 正好 我说 是什么 我说 为什么 我说 要把这个题抄下来 都是老师的 好 是什么 你快点来 你��了 上课呢 是吧 对 我今天来是代表中共麻安县委 认认真真地跟你谈一个问题 是 你爹又回来了 报告政府 我爹他早已经死了 我说的不是郑天锋 是程将军 是首长 就是差点被你打死到程市长 他不是我爹 我爹叫他 我爹叫郑天锋 我爹叫郑维新 正花 追你的态度 是啊 正花啊 你以为你那是一段很光彩的历史是吧 那是耻辱是你一辈子的污点 如果不是考虑到你当时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情况 你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首长救过你的命 来来来坐 我今天特意来找你 就是希望你能配合组织完成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是 从今天开始 你搬回家去住 我没有家 我住宿舍 我说的是你母亲芳儿家 她不是我母亲 曾老师 你得听给我书记得了 是啊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爸 份儿都是你的母亲 首长就是你的亲爹 你要发自内心的承认这个事实 先不说这些了 王镇长 你把注意事项给他说一遍 是 哎呦 花儿 哎 花儿 花儿 叫人哪 快 快 叫人 花儿 兽 诶 你 蛮手 快呼 咱 grace 你 不需要了 二位大领导也来关联韩社了 快快 赶紧进屋 快 进屋进屋进屋 柳书记 王厂长 来 吃完饭再回去 来来来 这房子收拾挺干净的吧 各位领导 快坐坐坐坐 给你们倒水 行了行了行了 别忙活了 一会儿啊 我还有事赶回县里去呢 那怎么行呢 吃了饭再走 吃啥饭 你们一家子啊 好好团圆团圆 好 小花啊 记着我们说过的话啊 好好给你娘过日子 千万不能辜负了 总之上对你信任 是 那三点啊 注意一下啊 行了 别倒了 走了 不用了 不用了 走吧 走吧 不用了 不用了 不送我啊 别动 别动 那要送 要送 你们了 你们了 我们要送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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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回去吧 送我回去 别送了 回去回去 回去吧 好好好 回去吧 回去吧 好 回去吧 回去吧 慢走啊 柳世纪 好了好了 好 我带你俩慢走 喊我娘了 你愣着干什么 赶紧的 去买点豆腐 买点白菜 再买点肉 好好好 我妈妈去 妈妈去 快去去 别忘了打打酒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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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给孩子扯块花布 他爹要回来了 穿嫁新衣裳见他爹 知道了 花儿 进屋坐 外头凉啊 我要回学校 你还没吃饭呢 不吃了 我还备课呢 对对对 工作要紧 你先忙 晚上早点回来 娘给你做好吃的 回来 回来了 花儿呢 学生你都放学了 不是 我让你出去找花儿 我问你花儿呢 我听那个 学校门房说 学生们一放学 花儿就走了 说是赶回家吃饭啊 没有啊 她没回来啊 我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那她还能到哪儿去啊 要不去找找啊 不不不不 她呢 要是真想回来的话 她早就回来了 她要不想回来 她找她也没用啊 说啥呢 这不已经回来了吗 还喊了我娘 枫儿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你听了不能生气啊 今天白天花儿回来的时候 那脸色可不太对劲 你没看出来啊 她这么多年都不肯认这个家 那现在肯舍下脸来 就不错了 我是怕人回来了 心没回来也是白大 不会 万事开头难 她肯走出这一步 就能走出一条路来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好 氛儿 回屋歇着吧 到这时候还没回来 恐怕不回来了 我刚去过郑佳寨 去邴校找过她 她不在啊 你说这么晚了 她会去哪儿了 她这么大的人啊 丢不了 既然回了家认了娘 就该 我还是觉得 她不是情愿回来的 谁说她不是情愿回来的 我又没有逼她 是 你是没逼她 可不等于别人没逼她 你想 她要是真心想回自己的家 还用县委书记镇长送啊 说啥呢你啊 快 差不多了 回屋歇着吧 这个奸女人 竟然使出这么卑劣的手段 拿县委书记跟镇长来压我 亏她想得出来 阿弥陀佛 娘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她既然已经找到了压你的人 你还能怎么办呢 您不会还是想让我回那个家 还管她叫娘吧 花儿 你住了那么长时间的监狱 就没有学会一个忍字吗 我也不想跟领导对着干 我也想忍 可我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 忍不住也要忍 她既然能用领导压你 就能利用领导害你 胳膊拧不过大腿 鸡蛋撞不过石头 娘 要不我和你一起出家吧 你以为出家她就能放过你吗 她能把你爹害死 就能把你夜整死 死就死 我也虽然死过一回的人了 我还怕她吗 我挣花就是我挣花 我要走自己的路 不能随意听别人摆布 花儿 你不能再做傻事了 听娘的话先回去 心自头上一把刀 忍 咱忍着 花儿 你要是再出点傻事 你让娘怎么跟你爹交代呀 娘 花儿 你去哪儿了 有事 吃饭了吗 说过了 娘给你做了好吃的 我都跟你说我吃过了吗 没吃啊 你没回来 我们就都没吃 等你呢 我睡哪儿 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你吃点东西吧 我要睡了 明天还有课呢 好 那你跟我来 你看看还缺什么 娘给你买 麻烦你帮我把风管上 你还缺啥 你拿柳书记跟王镇长来压我 你是不是看我一个人平静的生活 你难受啊 你怎么不像对付我爹那样对付我 也把我给杀了呢 我谢谢你 花儿 我没有 我没找过王镇长和柳书记 我要睡了 我要睡了 睡了 你说啥 汉子你说得对 他不是自己情愿回来的 从他那张眼睛就看出来了 和当年的郑天锋没啥两样 像刀子 我明白了 这是柳书记 特意安排给牛看的 这是柳书记 杨军要回来了 杨军要回来了 旁的人可以不见 自己的女儿 一定要见 那你说咱咱咋办呀 什么咋办 这这哪是过日子呀 这是唱一首戏呀 唱得好还好 要是唱不好 谁的脸都挂不住 他们想哄你又高兴 可别烧香惹出鬼来哦 柳书记 柳书记也是好心 咱不能把这层窗户直筒破 忍着吧 好在 你又要是 柳书记 回来走走厂子 也不会在这儿常住的 那是 人家是大将军 工务多 跟咱普通老百姓不一样 你干啥去 再去看看会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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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